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憨子书电影 死亡是普天之下每个人无法逃脱的命运 人死不可复活是千百年来亘古稳定的定律 可还是有很多人想要复活自己的亲人 于是就有人听信谗言 不顾艰辛也要找到复活亲人的方法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人类到古墓寻找让人死而复生的亡灵之花的故事 传说在一个古墓之中 生长着一种可以起死回生的亡灵之花 不过从来没有人得到过它 几万年后人类还在寻找它 想要复活自己的亲人 这天老牛和老马也来到古墓寻找 老牛会一些灵异之术 老马是一个捡钱掩开的小跟班 他们遇到了被鬼附身的米三 他本来就是一个病秧子 几下就被老牛给制服了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女友舒梅 于是几人就结伴同行 在休息的时候 四人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幻境中 神秘人告诉了他们通往亡灵之花的路径 还告诉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之后几人脱离了自己的身体 相继进入了亡灵幻境 坐船过河之后 他们发现了一伙为亡灵超度的队伍 不想惹麻烦的他们就绕了过去 路上老马捡到了一块金条 可转眼就变成了一坨牛粪 看来石金钱如粪土的智力名言还是很正确的 之后几人竟然走散了 他们遇到了一些模特假人 老马见这些假人似乎有意识 而且还很恐怖 于是就把这些假人三下五除二给打了个稀巴烂 好在老牛有法术解除了奇异幻境再次相遇 不过这里有更多的假人 并且直勾勾的盯着他们 于是几人也拿着家伙打碎了这些假人 可他们却发现自己的脸上都是血 假人而已变成了真人 还好几人跑得够快 来到了一片密不透风的树林 老马利用神马指路遇到了王爷的祭祀队 既然是祭祀 当然是去古墓的 于是老牛就想灭掉自己身上的真火 不让这些鬼魂发现自己 可灭了三妹真火之后 身体虚弱的米三就很有可能死掉 在几人的劝说下 老马就答应把自己的三妹真火借给米三 之后他们成功进入了第二关 这里就是一个烟花柳巷之地 这正合老马的心意 几人劝他这是幻境 可他却说 这就是自己一生要追求的生活 于是决定留在这里 其他人见劝不过 就带着遗憾来到了第三关 刚到这里米三就被鬼附身了 会法术的老牛一张符咒 就让他好了 但是他们却遇到了从墙而落的墙酸 这东西碰到皮肤就会被灼伤 于是米三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让舒梅逃了出去 自己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就这样 来到古墓中心的就只有老牛和舒梅 他们看着亡灵之花 老牛也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原来老牛的妻女被自己害死 他来这里就是想永远和妻女合家团圆 而这也是他想要的选择 可就在舒梅拿亡灵之花的时候 他见到了穿着喜服的米三 他正打算和舒梅结婚 可舒梅知道这是幻境 就利用意志走了出来 可当他碰到亡灵之花时 再次陷入了黑暗世界 神秘人出现告诉他 亡灵之花的确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只不过不是在人世 而是在亡灵之花制造的幻境中 把忘掉米三的舒梅也不想出去 于是让自己和亡灵之花永远埋藏在这里 在人世间 很多人都想长生不老 死而复生 可只有生没有死 那人们的生命也会如蝼蚁一般的 卑微渺小 更没有了生活下去的动力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 观众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